8月11日有媒体爆料刘薛义与女鼎流同吃一块蛋糕 两人还一同回到女风的家里 而这位女鼎流就是杨子 据媒体透露 还特意把小猴子的玩偶摆在了桌子上 其实意思就很明显 杨子过生日时 两人曾同吃一块蛋糕 之后还一同回家 不过他并没有拍到任何实锤 还特意转移视线 杨子粉丝吐槽 没兔没视频 浅告丑男一张贼 造谣凌晨半 紧接着有网友发现 刘薛义和杨子2016年就已经频繁互动了 刘薛义多次在社交平台为杨子宣传新剧 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 唯一可以证明的就是 两人是非常好的朋友 仅此而已 看到这则消息后 网友纷纷吐槽 就这也太差劲了 无凭无据 张口就来 完全是在蹭杨子的热度 杨子曾和秦庆杰谈过恋爱 两人于2017年公布恋情 一年半后 双方宣布和平分手做回朋友 之后杨子一直都专注事业 身边虽然有很多异性朋友 并没有和任何人传出过悲闻 目前杨子和刘薛义再为回应 我们还是谨慎吃瓜吧 对此你怎么看